站在马利波饱受空袭的城市残骸前 乌克兰军人再度呼吁西方国家 让他们有能力抵御俄罗斯空袭 但现在俄罗斯动用的武器 恐怕不是普通防空系统挡得下来的 借由战机在空中发射 超过因素弹道导弹 匕首 号称能以十倍因素攻击超过两千公里远的目标 这是俄罗斯第一次在实战中动用匕首 同时也得到官方证实 眼看战况僵持不下 乌克兰总统泽罗斯基再度向俄罗斯喊话 而且用词强烈 实际上匕首早在2018年就亮证 当年普丁还喜滋滋的在国情咨文上公布 然而面对乌克兰这种理论上军力悬殊的国家 还要动用最新型武器 可能也在暗示俄罗斯常规导弹数量已经吃紧 暂时新闻 中文老报道 暂时新闻